好 继续要带您来关键是疫苗问题了 台北市长柯文哲常常在说疫苗不够 但是现在却被市议员林颖梦爆料 说他糟蹋日本友谊 就是因为这是上月18号 日本一批送给台湾的AZ疫苗 上期只到这个月3号 但是台北市在第八期接种结束之后 还剩下了6000多剂 为此卫生局也特别加开11个门诊 连续几天不限先分让大家来做施打 好 对此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他也说了 当时诊所有回报 剩余剂量是零 也就是说通通都打完了 但是现在被踢爆 说系统显示有疫苗被放到过期 好 难道是这诊所通报不实吗 我们来看到是今天是议员林颖梦 她召开记者会也对外来公布证据 但是夸张的是 其实不只是疫苗放到过期 其中中心诊所现在传出来 居然是替民众注射了过期疫苗 不对此北市府回应了 说这只是物质批号 一箱将疫苗从飞机上缓缓被运送下来 日本五度园台捐赠AZ疫苗 但这一波波及时雨 现在却遭议员爆料 依然被台北市政府放到过期 只是科市府把日本疫苗放到过期的问题 现在的证据已经显示就是 这批日本疫苗已经打到人的身上 以前已知就是有两位这样的状态 都是2021年10月8号去打的 所有资料里面显示 K004C它的到期日是10月3号 医员秀出证据直接民众10月8号到诊所注射AZ疫苗 但已对照疾管署资料 施打P号K004C 9月7号到货 9月15号封间 9月18号发给北市卫生局再送到诊所 但是到期日清除写下10月3号 等于疫苗已经过期五天 却还是打到市民身上 不只林国爱新被糟蹋 疫苗已经过期 却还打进人体 更是引发各界哗然 面对各方痛批 台北市长柯文哲强调正在清查 没有多做回应 但是卫生局紧急出面说明 使医院物质绝没有过期失大 但风波如雪球般越滚越大 相关单位恐怕得更详加说明 提出资料 才能对全体国人做出交代 记得下期的陈珍台北三毛岛